林家铺子 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来就撅起着小嘴唇 她灌下了书包,并不倒立到镜台前梳头发、茶粉 却倒在床上看着仗顶出神 小花哭得也跳上床了,挨着林小姐的腰部摩擦 喵喵的叫了两声 林小姐本能的伸手到小花头上摸了一下 随即翻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她叫道 妈呀 没有回答 妈的房就在兼闭 妈素肠疼爱这唯一的女儿 听着女儿回来,就要摇摇摆摆走过来 问她肚子饿不饿 妈留着好东西呢 再不然就拆吴妈赶快去买一碗馄饨 但今天却作怪 妈的房里明明有说话的声音 并且还听着妈在打饿 却是妈连回答也没有一声 林小姐在床上又翻一个身 翘起了头 打算偷听妈和谁谈话 是那样悄悄的放低了声音 然而听不清 只有妈的连声打饿 渐歇的飘到林小姐的耳朵 忽然妈的嗓音高了一些 似乎很生气 就有几个字听得很分明 这也是东洋货 那也是东洋货 林小姐猛一跳 就好像理发时候 颈脖子上沾了许多短头发似的 浑身都烦躁起来了 正也是为了这东洋货问题 她在学校里给人家笑嘛 她回家来没好气 她一手推开了 又挨到她身边来的小话 跳起来就剥下那件 新智的翠绿色 甲毛阁陀戎旗袍来 拎在手里抖了几下 叹一口气 据说这怪好看的 甲毛阁和陀戎 都是东洋来的 她撩开这件陀戎旗袍 从床下拖出那口 小巧的牛皮香来 堵气似的扭开了箱子盖 把箱子底朝天 向床上一洒 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杂用品 就滚满了一床 小花吃了一惊 扑的跳下床去 转一个身 却又跳在一张椅子上 蹲着望住她的女主人 林小姐的一双手 在那堆衣服里 抓捞了一会儿 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 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 越看越可爱 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 全都不能穿了吗 可是她舍不得 而且她的父亲 也未必肯另外再置心的 林小姐忍不住眼圈红了 她爱这些东洋货 她又恨那些东洋人 好好的发兵打东三省 干什么呢 不然穿了东洋货 有谁来笑吗 忽然 房门边来了这一声 接着就是林大娘的 摇摇摆摆的瘦身形 看着那乱丢了一床的衣服 又看着女儿 只穿着一件绒线短衣 站在床前出神 林大娘这一惊非同小可 心里遇事着急 她那个恶却遇事打得多 暂时竟说不出半句话 林小姐飞跑到母亲身边 哭丧着脸说 妈呀 全是东洋货 明儿叫我穿什么衣服 林大娘摇着头只是打恶 一手扶住了女儿的肩膀 一手揉摸自己的胸脱 过了一会儿 她方才挣扎出几句话来 阿南 你干什么拖的 光落落 流心动 我这毛病 生你那年 起了这个病痛 进来越发凶了 妈呀 你说 明儿 我穿什么衣服 我只好躲在家里不出去了 他们要笑我 骂我 但是 林大娘不回答 她一路打恶 走到床前 捡住那件 驼绒旗袍来 就替女儿 披在身上 又拍拍床 要她坐下 小花又挨到林小姐脚边 昂起了头 眯细着眼睛 看看林大娘 又看看林小姐 然后 她懒懒的 靠到林小姐的脚背上 就林小姐的鞋底 来摩擦她的肚皮 林小姐 一脚踢开了小花 就是身子一歪 躺在床上 把脸 藏在她母亲的身后 暂时 两个都没有话 母亲忙得打恶 女儿忙着盘算 明天怎样出去 这东洋货问题 不但影响到林小姐的所穿 还影响到她的所用 据说 她那只常为同学们 艳羡的化妆皮夹 以及自动铅笔之类 也都是东洋货 而她 却又爱这些小玩意儿的 阿南 肚子 饿不饿 林大娘坐定了半晌以后 渐渐少打几个饿了 就又开始她日常的疼爱女儿的老功课 不饿 哎 妈呀 怎么老是问我饿不饿呢 顶要紧 是没有了衣服 明天 怎样去上学 林小姐撒娇说 依然那样 全曲着身体躺着 依然把脸 藏在母亲背后 自始 就没弄明白 为什么女儿 禁嚷着 没有衣服穿的林大娘 现在第三次听得了这话 不能不再注意了 可是她那该死的大饿 很不作美的 又连连来了 恰在此时 林先生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张字条 脸上乌眉眉的 像是涂着一层灰 她看见林大娘不住的打嗑 女儿躺在满床乱丢的衣服堆里 她就撂到了几分 一双眉头就紧紧的皱起 她换着女儿的名字说道 明孝 你的学校里有什么抗日会吗 刚送来了这封信 说是明天 你再穿东洋货的衣服去 他们就要烧呢 无法无天的话语 真是岂有此理 哪一个人身上没有东洋货 却偏偏找定了我们家来生事 哪一家洋广货铺子里 不是堆俗了东洋货 偏是我的铺子犯法 一定要封存 去 林先生气愤愤的又加上了这几句 就颓然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里 救苦救难观世音 爸爸 我还有一件老式的棉袄 光景不是东洋货 可是穿出去 人家 又要笑我 过了一会儿 林小姐从床上坐起来说 他本来打算进一步要求父亲 制一件不是东洋货的新衣 但瞧着父亲的脸色不对 他又不敢冒昧 同时 他的想象中就展开了那件旧棉袄 惹人善笑的情形 他忍不住哭起来了 哎哟 我哭啊 没有人笑你 阿南 阿笑 明天不用去读书了 饭快要没得吃了 还读什么书 林先生懊恼的说 把手里那张字条扯得粉碎 一边走出房去 一边叹气剁桥 然而没多几时 林先生又匆匆的跑了回来 看着林大娘的面孔说道 出门上的钥匙呢 给我 林大娘的脸色立刻变成灰白 瞪出了眼睛望着他的丈夫 永远不放松他的打恶 忽然静定了半场 没有办法 只好去摘着那些 贤神野鬼了 林先生顿住了 叹一口气 然后又接下去说 只多我花四百块 要是党部里还嫌少 我拼着不做生意 等他们来疯 我们队过的郁昌祥 进的东洋货比我多 足足有一万多块钱的马自尼 也只花了五百块 就太平无事了 五百块 算是吃了几笔岛杖吧 要是 哎 那个金像圈 总可以对成三百块了 这 好比强盗 林大娘摸出那钥匙来 手也颤抖了 眼泪扑苏苏的往下掉 林小姐却反不哭了 瞪着一对泪眼 呆呆的出神 他恍惚看见那个曾经到他学校里来演说 而且恶狗似的盯住看他的什么委员 一个怪叫人讨厌的黑麻子 捧住了他家的金像圈在半空里跳 张开了大嘴巴笑 最后又恍惚看见这强盗似的黑麻子和他的父亲吵嘴 父亲被他打了 哎哟 林小姐猛然一声惊叫 就扑在他妈的身上 林大娘慌得没有工夫尽打恶 挣扎着说 阿南 不要哭 过了年 你爸爸有钱 就给你 制新衣服 那些恨心的抢盗 都咬定我们有钱 一年一年亏空 你爸爸 做做肥甜粉生意 又上当 店里 全是别人的钱了 阿南 我这病 活着也受罪 再过两年 你十九岁 找了个好女婿 我死也放心了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第二天 林先生的铺子里 新换过一番布置 将近一星期 不曾露脸的东洋货 又都摆在最惹眼的地位了 林先生 又模仿上海大商店的办法 写了许多大廉价兆马九折的红绿纸条 贴在玻璃窗上 这一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三 正是乡镇上阳广货店的望月 不但林先生的额外支出四百元 指望在这时候捞回来 就是林小姐的新衣服 也靠脱在这几天的生意好 十点多钟 赶世的乡下人 一群一群的在街上走过了 他们闭上挽着栏 或是牵着小孩子 粗声大气的 一边在走 一边在谈话 他们望到了林先生的 花花绿绿的铺面 都站住了 杨起脸 老婆换丈夫 孩子叫爹娘 嘖嘖的夸欠那些货物 新年快到了 孩子们希望穿一双新袜子 女人们想到家里的面盆 早就用破了 全家合用的一条面巾 还是半年前的老家伙 肥皂又断绝了一个多月 趁这里卖贱货 正该买一点 林先生坐在帐台上 抖擞着精神 堆起满脸的笑容 眼睛望着那些乡下人 又带烧着自己铺子里的两个伙计 两个学徒 满心希望货物出去 扬钱进来 但是 这些乡下人看了一会儿 直直点点 夸欠了一会儿 镜次懒洋洋的走到 斜队门的玉昌祥铺面前 站住了再看 林先生伸长了脖子 望着那般乡下人的背景 眼睛里冒出火来 他恨不得拉他们回来 坐在帐台后面 那道风格铺面 与内宅的蝴蝶门旁边的林娜娘 把勉强忍住了半赏的恶放出来 林小姐已在他妈的身边 呆呆地望着街上不作声 心头却是扑扑地跳 她的新衣服至少已经走脱了半间 林先生赶到柜台前 睁大了妒忌的眼睛 看着斜队门的同叶玉昌祥 那边的四五个店员 一字摆在柜台前 等候做买卖 但是那般乡下人 没有一个走进到柜台边 他们看了一会儿 又照样地走过去了 林先生觉得心头一松 忍不住望着玉昌祥的伙计 笑了一笑 这时又有七八人一队的乡下人 走到林先生的铺面前 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居然上前一步 歪着头看那些挂着的羊伞 林先生猛转过脸来 一对嘴唇皮立刻膝开了 他亲自兜揽这位意想中的顾客了 喂 阿弟 买羊伞吗 便宜货 一只羊伞卖九角 看看货色去 一个伙计已经取下了两三把羊伞 立刻撑开了一把 热辣辣地塞到那年轻乡下人的手里 震起精神 使出夸迈的本领来 小当家 你看 羊伞面子 实心骨子 晴天 落鱼 耐用好看 九角羊前一顶 再便宜没有了 那边是一只羊一顶 货色还没有这等好呢 你比一比就明白了 那年轻的乡下人拿着伞 没有主意似的张大了嘴巴 他回过头去望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子 又把手里的伞颠了一颠 似乎说买一把吧 老头子却老大着急地吆喝道 阿大 你昏了 想买伞 一传硬柴 一股脑只卖了三块多钱 你娘等着两米回去吃 哪有钱来买伞 货色是便宜 没有钱买 站在那里观望的乡下人都叹得气说 懒洋洋的都走了 那年轻的乡下人满脸胀红 摇一下头 放了伞 也就要想走 这可把林先生急坏了 赶快让步问道 喂 喂 阿弟 你说多少钱呢 再看看去 货色是靠得住的 货色是便宜 钱不够啊 老头一面回答 一面拉住了他的儿子 逃也似的走了 林先生苦着脸 夺回到帐台里 浑身不得劲 他知道不是自己不会做生命 尾时是乡下人太穷了 买不起九毛钱的一顶伞 他偷眼儿再往斜队门的郁昌祥 也还是只有人站在那里看 没有人上柜台买 郁昌祥左右邻的生态杂货店 万身高饼店 那就简直连看的人都没有半个 一群一群走过的乡下人都挽着篮子 但篮子里空无一物 见货有花篮布的一包 看样子就知道是米 甚至一个多月前乡下人收获的碗道 也早已被地主们和高利贷的债主们如树逼光 现在乡下人不得不一声两声的量着桂米吃 这一切林先生都明白 他就觉得自己的一份生意至少是间接的被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夺去了 时间渐渐一进正午 街上走的乡下人已经很少了 林先生的铺子就只做成了一块多钱的生意 仅仅足够开销了大廉价照马九折的红绿纸条的广告费 林先生垂头丧气走进内宅去 几乎没有勇气和女儿老婆相见 林小姐含着一泡眼泪 低着头坐在屋角 林大娘在一连串的打扰中挣扎着对丈夫说 花了四百块钱 又忙着一个晚上摆设起来 东洋货是准卖了 却又生意清淡 阿南的爷呀 吴妈又要拿工钱 还只半天呢 不要着急 林先生勉强安慰着 心里的难受比刀哥还厉害 他闷闷的躲了几步 所有推广营业的方法都想变了 觉得都不是路 生意清淡 早已各业如此 并不是他一家呀 人们都穷了 可没有法子 但是 他总还希望下午的营业能够比较好些 本镇的人家买东西大概在下午 难道他们过新年不买些东西 只要他们存心买 林先生的营业是有把握的 毕竟他的货物比别家便宜 是这盼望 使得林先生依然能够抖擞着精神 坐在帐台上 守候他意想中的下午的顾客 这下午 照例和上午显然不同 街上并没很多的人 但几乎每个人都相识 都能够叫出他们的姓名 或是他们的父亲和祖父的姓名 林先生靠在柜台上 用了异常温和的眼光 迎送这些慢慢的走着 谈着经过他那铺面的本镇人 他时常笑嘻嘻的迎着常有交易的人喊道 哎 老哥 到清风阁去吃茶吗 小店大放盘 交一点去 有时被患者的那位居然站住了 走上柜台来 于是 林先生和他的店员就要大忙而特忙 异常敏感地刺察着这位未可知的顾客的眼光 瞧见他的眼光撇到什么货物上 就赶快拿出那种货物请他考教 林小姐站在那对蝴蝶门边看望 也常常被林先生换出来 对那位未可知的顾客 叫一声勃勃 小学徒送上一杯电茶来 外加一只小莲珠 在架步上 林先生也格外让步 遇到哪位顾客一定要除去一毛钱左右尾数的时候 他就从店员手里拿过那算盘来算了一会儿 然后不得已是的把那尾数从算盘上拨去 一面笑嘻嘻的说 真不够本了 可是老主题只好遵命了 请你多做长几笔生意吧 整个下午就是这么张罗着过去了 连线带舍大大小小 居然也有十来柱交易 林先生早已汗透棉袍 虽然是累得那么着 林先生心里却很愉快 他冷眼偷看斜队门的郁昌祥 似乎赶不上自己铺子的热闹 常在那对蝴蝶门旁边看望的林小姐脸上 也有些笑意 林大娘也少打几个饿了 快到上登时候 林先生核算这一天的流水账 上午等于零 下午卖了十六元八角五分 八块钱是赦账 林先生微微一笑 但立即皱紧了眉头了 他今天的大放盘 却是照本出卖 开销都没着落 官吏更说不上 他待了一会儿 又开了账箱 取出几本账簿来翻着打了半天算了 账上人欠的数目共有一千三百余元 本账六百多 四厢七百多 可是欠人的客帐 但是上海的东升字号就有八百 何计不下两千呢 林先生低声叹一口气 觉得明天以后如果生意依然没建好 那他这年关就有点难过了 他望着玻璃窗上大放盘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 心里这么想 照今天那样当真放盘 生意总该会减好 亏本嘛 没有生意 也是照样的要开销 只好先拉些主顾来 再慢慢想发提高货码 要是四厢还有批发生意来 那就更好 突然 有一个人来打断林先生的甜蜜梦想了 这是五十多岁的一位老婆子 微颤颤的走进店来 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蓝布包 林先生猛抬起头来 正和那老婆子打一个照片 想躲避也躲避不及 只好走上前去招呼他到 朱三太 出来买过年东西吗 请到里面去坐坐 阿秀 来扶朱三太 林小姐早已不在那对蝴蝶门边了 没有听到 那朱三太连连摇手 就在铺面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了 郑重的打开他的蓝布手心包 包里仅有一扣折子 他抖抖速速的双手捧了 直送到林先生的鼻子前 他的别嘴唇扭了几扭 正想说话 林先生早已一手接过那折子 同时抢心说道 我晓得了 明天送到你府上吧 哦 哦 十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共是三个月 三三得九 是九块吧 明天 你送来 哦 哦 不要送 让我带来去 啊 朱三太扭着他的别嘴唇 很艰难似的说 他有三百元的老本 存在林先生的铺里 按月来取三块钱的利息 可是 最近 林先生却拖欠了三个月 原说是到了年底总付 明天是送灶日 老婆子要买送灶的东西 所以 亲自上林先生的铺子来了 看他那股 扭起了一对别嘴唇的劲儿的光景 是钱不到手 就一定不肯走 林先生抓着头皮不作声 这九块钱的利息 他何尝存心白赖 只是三个月来 生意轻的 每天卖的的钱 仅够开伙食 付捐税 不知不觉的拖欠下来了 然而今天要是不付 这老婆子也许会在铺面上嚷闹 那就太丢脸 对于营业的前途很有影响 好好 带着去吧 带着去吧 林先生终于逗气似的说 声音有点哽咽 他跑到帐台里 把上下午卖的的线钱 归并起来 又从腰包里 掏出一个双豪 这才凑成了八块大羊 十脚小羊 四十个铜子 交付了朱三太 当他看见那老婆子 把这些银阳童子 郑重的数了又数 而且 抖抖素素的放在那蓝布手巾上 包了起来的时候 他忍不住叹一口气 一想天开的打算 拉回几文来 他勉强笑着说 朱三太 你这蓝布手巾太久了 买一块老牌麻纱白手帕去吧 我们有上好的洗点手巾 肥皂 买一点去新年里用吧 这样去公道 不要 不要 老太婆了 用不到 朱三太连连白手说 把折子藏在衣袋里 捧着他的蓝布手巾包 镜子去了 林先生哭丧着脸 走回内宅去 因着朱三太的上门讨利息 他记起还有两处存款 桥头 陈老七的两百元 和张寡妇的一百五十元 总共十来块钱的利息 都是不便拖欠的 总得掀妻送去 他轮着指头算日子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到二十六 放在四箱的帐头 该可以收齐了 殿里的寿生 是前天出去收账的 及时是二十六 应该回来了 本镇的帐头 总得到二十八九 方才有个数目 然而上海浩家的收账客人 说不定明后天就会到 只有在向横元钱庄去借了 但是明天的门是怎样 他这么低着头 一边走 一边想 猛听着女儿的声音 在他耳边说 爸爸 你看 这块大筹不好吗 七尺 四块二脚 不贵吧 林先生心里 默得一跳 站住了 睁大着眼睛 说不出话 林小姐手里 拖着那块筹 却在那里憨笑 四块二脚 数目可真不算大 然而 今天店里 总共只卖得十六块多 并且是老实照本 贱卖的呀 林先生愣了一会儿 这才没精打采的问道 你哪来的钱呢 挂在帐上 林先生听得又是欠缠 忍不住皱一下眉头 但女儿是自己宠惯了的 林大娘又嫡死偏护着 林先生没奈何 只有苦笑 过了一会儿 他叹一口气 轻轻埋怨道 那么幸迭 过了年再买 岂不是好 又过了两天 大放盘的林先生的铺子 生意果然很好 每天可以做三十多元的生意了 林大娘的打扼大大减少 平均是五分钟来一次 林小姐在铺面和内宅之间 跳进跳出 脸上红喷喷的 时常在笑 有时竟在铺面帮忙 招呼生意 直到林大娘再三换他 方才跑进去 一边擦着额上的汗珠 一边兴冲冲的挤口道 妈呀 又叫我进来干什么 我不觉得辛苦啊 妈 爸爸累得满身是汗 嗓子也寒哑了 刚才一个客人买了五块钱东西呢 妈 不要怕我辛苦 不要怕 爸爸叫我歇一会儿就出去呢 林大娘只是点头 打一个饿 就念一声大慈大悲菩萨 客厅里本就供奉着一尊慈观音 点着一炷香 林大娘就摇摇摆摆走过去磕头 谢菩萨的保佑 还要祷告菩萨一发慈悲 保佑林先生的生意永远那么好 保佑林小姐一长一大 明年就得个好女婿 但是在铺面张罗的林先生 虽然打起精神做生意 脸上笑容不断 心里却像有几根线牵着 每逢卖得了一块钱 看见顾客欣然斜着纸包而去 林先生就忍不住心里一顿 在他心里的算盘上 就加添了五分扬钱的血本的窥折 他几次想把这个大放盘时 每块钱的十号窥折算成三分 可是无论如何 算来算去总得五分 生意虽然好 他却越迈越心疼了 在柜台上招呼主顾的时候 他这种矛盾的心理 有时静置几乎使他发晕 偶尔他偷眼望望斜队门的玉昌祥 就觉得那边树立在柜台边的店员和掌柜 嘴角上都带着讥讽的善笑 似乎都在说 看这姓林的傻子呀 当真亏本放盘啊 看着不 他的生意越好 就越亏本 倒闭的越快 那时候 林先生便咬一下嘴唇 决定明天无论如何 要把货码提高 要把次等货标上头等货的价格 给林先生斡旋那封存东洋货问题的商会长 当走过林家铺子的时候 也微微笑着 站住了对林先生贺喜 并且拍着林先生的肩膀轻声说 如何 四百块钱是花的不冤枉吧 可是 补局长那边 你也得稍稍点缀 防他看得眼红 也要来敲诈 生意好 妒忌的人就动 就是补局长不升心 他们也要去挑拨呀 林先生谢商会长的关系 心里老大吃惊 几乎连做生意都没有精神 然而 最使他心神不宁的 是店里的寿生 出去收账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林先生是等着寿生收的钱来开销客账 上海东升自号的收账客人前天早已到阵 直催逼的林先生再没有话语之物了 如果寿生再不来 林先生只有向横圆钱庄借款的义法 这一来 林先生又将多负担五六十元的利息 这在见天窃本的林先生 尾时比割肉还心疼啊 到四点钟光景 林先生忽然听着街上走过的人们乱哄哄的在议论着什么 人们的脸色都很黄极 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了 一心惦念着出去收账的寿生是否平安的林先生 林先生就以为一定是快班船遭了强盗墙 他的心扑扑的乱跳 他换住了一个路人焦急的问道 什么事 是不是立时快班遭了强盗墙 哦 又是强盗墙嘛 路上真不太平 墙还是小事 还要绑人去呢 那人有名的贤汉路和尚 含糊的回答 同时闪着半只眼睛 看林先生铺子里花花绿绿的货物 林先生不得要领 心里更急 丢开路和尚 就去问第二个走进来的人 桥头的王三毛 听说历史班遭墙 当真吗 那一定是太保阿叔手下人干的 太保阿叔是枪毙了 他的手下人多么厉害 王三毛一边回答 一边只顾走 可是林先生却急坏了 冷汉从鹅脚上钻出来 他早就估量到 寿生一定是今天回来 而且是从历史 收账程序中预定的最后一处 做快班船回来 此刻已是四点钟 不见他来 王三毛又是那样说 那还有什么疑议吗 林先生竟忘记了这所谓 历史班遭墙盗墙 乃是自己的发明了 他满脸急汗 直往内宅跑 在那对蝴蝶门边 忘记跨门槛 几乎半了一跤 爸爸 上海打仗了 东阳兵放炸弹 烧炸北 林小姐大叫着 跑到林先生跟前 林先生愣了一下 什么上海打仗 原就和他不相干 但中间既然牵连着东阳兵 又好像不能不追问一声了 他看着女儿的 很兴奋的脸孔问道 东阳兵放炸弹了 你从哪里停来的 街上走过的人 全是那么说 东阳兵放大炮 制炸弹 炸北 烧光了 哦 那么 有人说历史块板 强到强吗 林小姐摇头 就像扑火的灯鹅似的 扑向外面去了 林先生迟疑了一会儿 站在那蝴蝶门边 抓头皮 林大娘在里面打饿 又是喃喃的祷告 菩萨保佑 炸弹 不要落到我们头上来 林先生转身 再到铺子里 去见女儿和两个店员 正在谈得很热闹 对门生态杂货店里的老板金老虎 也站在柜台外边 指手画脚的讲坛 上海打仗 东阳飞机制炸弹 烧了炸尾 上海已经大事 全都证实了 强盗抢快班船嘛 没有听人说起过呀 历势快班嘛 早已到了 一路平安 金老虎 看见那快班船上的伙计 刚刚背着两个蒲包走过的 林先生心里松一口气 知道寿生今天又没回来 但也知道 好好的没有逢到墙到墙 现在是满街都在议论上海的战事了 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阳乌龟 竟也有人当街大呼 再买东阳货就是王吧 林小姐听着脸上就飞红了一大片 林先生却还不动神色 大家都卖东阳货 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 都已经放着特许 只要把东阳商标撕去了就行 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 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的说着 就拿走了 在此满街人人为了上海的战事 而没有心思想到生意的时候 林先生始终在愁虑他的正事 他还是不肯花重力去借装款 他去和上海浩家的收账客人情商 请他再多等这么一天两天 他的寿生及时明天傍晚 总该回到 林老板 你也是明北人 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呀 现在上海开了火 说不定明后天火车就不通 我是巴不得今晚上就动身呢 怎么再等一两天 请你明天把账款缴清 明天一早我好走 我也是吃人家的饭 请你照顾照顾吧 上海客人毫无通融的拒绝了林先生的情商 林先生看来是无可商量了 只好忍痛去到横元钱庄去商计 他还恐怕那钱胡孙知道他是急用 要趁火打劫 高抬利息 谁知 钱庄经理的口气却完全不对了 那劳病鬼经理听完了林先生的申请 并没做打 只管捧着他那老古董的水烟筒 啵啰啰啰啰啰啰的呼 直到烧完一根纸吹 这才慢吞吞的说 不行啦 东阳兵开账 上海罢是银行钱庄都封关 知道他们几时弄得好 上海这路一断 碧庄就成了眉角械 悔话不同 比尊处再好的户头也只好不做了 对不起 实在爱莫能助 林先生呆了一呆 还总以为这劳病鬼经理故意刁难 无非是为提高利息做地步 正想结结实实说几句恳求的话 却不料那经理又逼近一步倒 刚才比东吩咐过 他得的信 这次的乱子恐怕要闹大 叫我们收紧盘子 尊处元欠五百 二十二那天又是一百 总共是六百 年关前总得扫数归清 我们也算是老主 今天先透一个信 免得临时多费口舌 大家面子上难为情 哦 可是小店里也实在为难 要看帐头收得怎样 林先生呆了半晌 这才纳出这两句话 何必客气 宝号里这几天来的生意比重不同 区区六百块钱 还为难吗 今天是同老兄说明白了 总望扫数归清 我在比东跟前好交代 劳病鬼经理冷冷的说 站起来了 林先生冷了半截身子 瞧情形是万难挽回 只好硬着头皮走出了那家钱庄 他此时这才明白 原来远在上海的打仗 也要影响到他的小铺子了 今年的年关当真是难过 上海的收账客人力逼着要钱 横圆里不许荡过年 寿生还没回来 知道他怎样了 镇上的帐头去年只收起八成 今年瞧来连八成都捏不稳 横在他前面的路只是一条 暂停营业 清理账目 而这条路也就等于破产 他这铺子里早已没有自己的资本 一旦清理 胜给他的光景 只有一家三口三个光身子 林先生愈想愈则 走过那座望仙桥时 他看着桥下的浑水 几乎想纵身一跳完事 可是有一个人在背后唤他道 林先生 上海打仗了 是真的吧 听说东乍外刚刚调来了一支兵 到商会里要借响 开口就是两万 商会里正在开会呢 林先生 林先生急回过脸去看 原来正是那位存有两百块钱在他铺子里的陈老七 也是林先生的一位债主 哦 林先生打一个冷静 只回答了这一声 就赶快下桥 一口气跑回家吃 这晚上的夜饭 林大娘在家做的一婚二宿以外 特又添了一个碟子 是到八仙楼买来的红闷肉 林先生心爱的东西 另外又有一斤黄酒 林小姐笑不离口 为的铺子里生意好 为的大仇新旗袍已经坐定 也为的上海竟然开火 打东洋人 林大娘打饿的次数更加少了 差不多十分钟只来一回 只有林先生心里发闷到要死 他喝着闷酒 看看女儿 又看看老婆 几次想把那炸弹式的恶消息宣布 然而终于没有那样的勇气 并且他还不曾绝望 还想挣扎 至少是还想掩饰他的两下里碰不到头 所以当商会里一决了答应借饷五千 并且要林先生贪任二十元的时候 他毫不推脱 就答应下来了 他决定飞到最后五分钟 不让老婆和女儿知道 那家道困难的真实情形 他的划算是这样的 人家欠他的账收一个八成吧 他还人家的账也是个八成 反正可以借口上海打仗 钱庄不通 为难的是 人欠我欠之间上差六百光景 那只有用弯肉补窗的方法 拼命放盘 卖贱货 且捞几个钱来 度过了眼前再说 这年头 谁能够顾到将来呢 眼前得过窃过啊 是这么想定了方法 又加上那一斤黄酒的力量 林先生倒酣睡了一夜 噩梦也没有半个 第二天早上 林先生醒来时已经是六点半钟 天色很阴沉 林先生觉得有点头晕 他匆匆忙忙吞进两碗稀饭 就到铺子里 一眼就看见那位上海客人 板起了脸孔 在那里坐手回话 而尤其叫林先生猛吃一惊的 是邪队门的郁昌祥 也贴起红红绿绿的纸条 也在那里大放盘照马九折了 林先生昨夜想好的如意算盘 立刻被邪队门那些红绿纸条 冲一个遥遥不定 林老板 你真是开玩笑 昨晚上不给我回音 轮船是八点钟开 我还得转乘火车 八点钟这班船 但我是飞走不行 请你快点 上海客人不耐烦的说 把一个拳头在桌子上一放 林先生只有赔不是 请他原谅 实在是因为上海打仗 钱庄不通 彼此是多年的老主顾 悟请格外堪称 那么叫我空手回去吗 这 这段会不会 我们的寿生一回来 有多少付多少 我要是藏了半个钱 不是人 林先生颤着声音说 努力忍住滚到眼眶边的眼泪 话是说到尽头了 上海客人只好不再啰嗦 可是他坐在那里不肯走 林先生急得什么似的 心是扑扑的乱跳 近年他虽然万分拮据 面子上可还遮得过 现在摆一个人在铺子里坐手 这件事要是传扬开去 他的信用可就完了 他的债户还多着呢 万一群起校友 他这铺子只好立刻关门 他在没有办法中想办法 几次请这位讨账客人到内宅去走 然而讨账客人不肯 天又嗦嗦的下起动鱼来 一条街上冷清清的简直没有人形 自有这条街以来 从没见过这样潇索的腊尾碎尽 朔风吹的那些招牌 叉叉的响 渐渐的动鱼又有变成雪花的模样 沿街店铺里的伙弟们靠在柜台上 扬起了脸发了 林先生和那位收账客人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谈着 林小姐忽然走出蝴蝶门来 站在街边看那琐琐的洞鱼 从蝴蝶门后送来的林大娘的 噩噩的声音又渐渐加琴了 林先生嘴里硬瞅着 一边看看女儿 又听听老婆的打噩 心里一阵一阵酸上来 想起她的一生 显直毫没幸福 然而又不知道 坑害她到这地步的 究竟是谁 那位上海客人似乎气贫了一些了 忽然很恳切的说 林老板 你是个好人 一点嗜好都没有 做生意很巴结认真 放在二十年前 你怕不发财吗 可是现金时事不同 捐税重 开销大 生意又轻 混得过也还是你的本事 林先生叹一口气 苦笑着 算是牵血 上海客人顿了一顿 又接着说下去 汇镇上的市面 今年又比上年差些 是不是 内地全靠乡庄生意 乡下人太穷 真是没法子 哟 九点钟了 怎么 你们的收账伙计还没来呢 这个人靠得住吗 林先生心里一跳 暂时回答不出来 虽然是七八年的老伙计 一向没有出过岔子 但谁能保到底呢 而况又是过期不见回来 上海客人看着林先生那迟疑的神气 就笑 那笑声有几分意义啊 忽然 那边林小姐转脸 对林先生急促的叫道 爸爸 受生回来了 一身泥 显然 林小姐的叫声也是异样的 林先生跳起来 又惊又喜 着急的想跑到柜台前去看 可是心慌了 两腿发软 这时 受生已经跑了进来 当真是一身泥 气喘喘的坐下了 说不出话来 林先生姑娘的情形不对 吓得没有主意 也不开口 上海客人在旁边皱眉头 过了一会儿 受生方才喘着气说 好险啊 差一些 被他们抓住了 到底是强盗抢了快班船吗 林先生惊奇 心意横倒逼出话来了 不是强盗 是兵队拉夫啊 昨天下午 赶不上趁快班 今天一早趁航船 哪里知道 航船听到这里要捉船 就停在东栅外了 我上岸走不到半里路 就碰到拉夫 西面宝祥衣装的阿毛 被他们拉去了 我跑得快 抄小鹿 抄小鹿逃了回来 他妈的 性命交官 兽生一面说 一面撩起衣服 从肚兜里掏出一个手金包来 递给了林先生 又说道 都在这里了 所示的那家黄帽记 很可恶 这种户头 我们明年要留信 我去洗个脸 换点衣服再来 林先生接了那手金包 捏一把 脸上有些笑容了 他到账台里 打开那手金包来 先看一看那张清单 打了一会儿算盘 然后点减银钱数目 是大洋十一元 小洋二百角 钞票四百二十元 外加集齐装票两张 一张是归员五十两 又一张是归员六十五两 这全部付给上海客人 照账算也还差一百多元 林先生 凝神想了半啥 斜眼偷看了 坐在那里吸烟的 上海客人几次 方才叹一口气 割肉似的 拿起那两张装票 和四百元钞票 捧到上海客人跟前 又说了许多话 方才得到上海客人 点一下头 说一声 对了 但是 上海客人把装票看了两遍 忽悠笑着说道 对不起 林老板 这装票 费神对了钞票给我吧 可以 可以 林先生连忙回答 慌忙在装俏后面 盖了本店的书简图章 派一个伙计到横元庄去取线 并且叮嘱了要钞票 又过了半晨 伙计却是空手回来 横元庄把票子收了 但不肯付钱 据说是扣抵了林先生的欠款 天是在当真下雪了 林先生也没张伞 冒雪到横元庄去亲自交涉 结果是突然 林老板 怎样了呢 看见林先生苦着脸跑回来 那上海客人不耐烦的问了 林先生几乎想哭出来 没有话回答 只是叹气 除了央求那上海客人再通融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寿生也来了 帮着林先生说 他们赌咒 下签了两百多元 赶明年初十边 一定会到上海 是老主顾了 向来三劫倾掌 从没半句话 今儿实在是意外之变 大局如此 没有办法 非是他们刁赖 然而 不添一些到底是不行的 林先生忍能又把这几天内 卖得的现款凑成了五十元 算是总共付了四百五十元 这才把那位叫人头痛的上海收账客人送走了 此时已有十一点了 天还是飘飘扬扬落着雪 买客没有半个 林先生纳闷了一会儿 和寿生商量本街的帐头怎样去收讨 两个人的眉头都皱紧了 都觉得本镇的六百多元帐头收起来真没有把握 瘦身挨着林先生的耳朵 敲敲敲的说道 听说南炸的巨龙 西炸的和园都不稳呢 这两处欠我们的就有三百光景 这两笔道账要预先防着 吃下了可不是玩的 林先生脸色变了 嘴唇有点抖 不料瘦身把声音再放低些 吱吱吱呜的说出了更害人的消息来 还有 还有讨厌的谣言 是说我们这里了 横元庄上一定听得了这些风声 这才对我们逼得那么急 说不定上海的收账客人也有点小的 只是谁和我们作对呢 难道就是斜对门吗 瘦身说着就把嘴像玉昌祥那边挠了一挠 林先生的眼光跟着瘦身的嘴 也向那边瞥了一下 心里只是乱跳 哭丧着脸 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的又麻又痛的心里 感到这一次 他准是毁了 不毁才是作怪 党老爷敲打他 钱庄压逼他 童业又重伤他 而又要吃到账 凭谁也受不了这样重重的魔折吧 而究竟为了什么 他应该活受罪呀 他从父亲手里 你不要发急 荒年传乱话 听说是镇上的店铺 十家有九家没法过年关 时事不好 世面清得不成话 速来硬朗的铺子 今年都打计划 也不是我们一家困难 天塌压大家 上会里总得一个办法出来 总不能大家一起拖倒 弄得世面更加不像世面 看见林先生疾苦了 瘦声姑且安慰着 忍不住也叹了一口气 雪是愈下愈密了 街上已经见白 偶尔有一条狗 垂着尾巴走过 抖一抖身体 摇落了后肌在毛上的那些雪 就又悄悄的夹着尾巴走了 自从有这条街以来 从没见过这样朗落七一两的年关 而此时 远在上海 日本军的重炮 正在发狂的轰回那边 繁盛的 是蝉 凄凉的年关 终于也过去了 镇上的大小铺子 倒闭了二十八家 那中有一家信用宿主的仇装 欠了林先生三百元货账的巨龙 与何元也逼近倒了 大年夜的白天 寿生到那两个铺子里磨了半天 也只拿了二十多块 这以后 就听说没有一个收账员拿到半分钱 两家铺子的老板都躲得不见面了 林先生自己呢 多亏商会长一力斡旋 还无需往乡下躲 然而 欠下横元钱庄的四百多元 非要正月十五以前还清不可 并且又定了苛刻的条件 从正月初五开市那天起 横元就要派人到林先生铺子里手提 卖得的钱八成归横元扣账 新年那四天 林先生家里就像一个冰窖 林先生常常叹气 林大娘的打鳄像连珠炮 林小姐虽然不打鳄也不叹气 但是呆呆的好像害了多年的皇帝 他那件大愁新旗袍 为的要付吴妈的工钱 已经上了当铺 小学徒从清早七点钟就去那家唯一的当铺门前守候 直到九点钟 方才从人堆里拿了两块钱挤出来 以后当铺就只当了 两块钱 这已是最高价 随你值多少钱的贵重衣室 也只能当得两块 叫做两块钱封门 乡下人忍着冷 拨下身上的棉袄 地上柜台去 那当铺里的伙计拿起来抖了一抖 就直丢出去 怒声喊道 不当 元旦起 是大好的晴天 关闭庙前那空场上 赵丽来了跑江湖赶新年生意的摊贩 和变把戏的杂耍 人们在那些摊子面前 懒懒的拖着腿走 两手 门着空的腰包 就又懒懒的走开了 孩子们拉住了娘的衣角 赖在花炮摊前不肯走 娘就给她一个老大的耳光 那些特来赶新年的摊贩们 连伙食都开销不了 白赖在安商客狱里 天天和客狱主人吵闹 只有那般变把戏的出了八块钱的大生意 党老爷们唤他们去点缀了一番生平气象 初四那天晚上 林先生勉强筹错了三块钱 半一席酒 请铺子里的香豪吃赵丽的五路酒 商量明天开市的办法 林先生早就酬思过熟透 这铺子开下去呢 眼见的是亏本的生意 不开呢 他一家三口简直没有生计 而且到底人家欠他的货账还有四五百 他一关门更难逃取 唯一的办法是减审开支 但捐税派想是逃不了的 敲诈尤其无法躲避 才去一两个店员嘛 本来他只有三个伙计 瘦生是左右手 其余的两位也是怪可怜劲儿的 况且慈歇了到底也不够招呼生意 家里呢 也无可再省 吴妈早已慈歇 他觉得只有硬着头皮坐下去 或者靠菩萨的保佑 乡下人春残熟 他的亏空还可以补救 但要开市 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货品 没有现钱寄到上海去 就拿不到货 上海打得更厉害了 赦账是修转着念头 卖底货吧 他店里早已逃空 架子上那些装卫生衣的纸盒就是空的 不过摆在那里装幌子 他铺子里就剩了些日用杂货 脸盆毛巾之类 唇底还厚 大家喝了一会儿闷酒 抓塞瓦尔的想不出好主意 后来谈起闲天来 一个伙计忽然说 乱世年头 人比不上狗 听说上海杂北烧的金瓜 几十万人都只逃到一个光山子 虹口一带呢 烧还是没烧 人都逃光了 东阳人凶得很 不许搬东西 上海房钱长起几倍 逃出来的人都到乡下来了 昨天镇上就到了一批 看样子都是好好的人家 现在却弄得无家可归 林先生摇头叹气 瘦生听了这话 猛的想起了一个好办法 他放下了筷子 拿起酒杯来一口喝干了 笑嘻嘻的对林先生说道 师父 听到阿四的话吗 我们那些脸盆 毛巾 肥皂 袜子 牙粉 牙刷 就可以柔树消青了 林先生瞪出了眼睛 不懂得瘦生的意思 师父 这是天大的机会 上海逃来的人 总还有几个钱 他们总要买些日用的东西 是不是 这笔声音 我们赶快张咯 瘦生接着又说 再筛出一杯酒来喝了 满脸是喜气 两个伙计也醒悟过来了 哈哈大笑 只有林先生还不很了然 近来的逆境已经把他变成糊涂 他枉然问道 你拿得稳吗 脸盆 毛巾 笔家也有 师父 你忘记了 脸盆 毛巾一类的东西 只有我们存底独多 玉昌祥里 拿不出十只脸盆 而且 都是捡圣火 这笔声音 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了 我们赶快多写几张广告 到四大去分贴 逃难人住的地方 哎 阿瑟 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要去接广告 他们有亲戚的住到亲戚家里去了 没有的 还借住在西沙外检厂的空房子 叫做阿瑟的伙计回答 脸上发亮 很得意自己的无意中立了大功 林先生这时也完全明白了 心里一快乐 就又灵活起来 他马上拟好了广告的底稿 专检店里有的日用品开列上去 约莫也有十几种 他又模仿上海大商店 卖一元货的方法 把脸盆 毛巾 牙刷 牙粉 配成一套 买一块钱 广告上就大书 大廉价 一元货 店里本来 还有余剩下的红绿纸 瘦身大张的才好了 拿笔就写 两个伙计和学徒 就乱哄哄的 拿过脸盆 毛巾 牙刷 牙粉 来装配成一组 人手不够 林先生叫女儿出来 帮着写 帮着搭配 另外又配出几种一元货 全是零星的日用必需品 这一晚上 林家铺子里 直忙到五更左右 方才大致就绪 第二天清早 开门鞭炮响过 台门开了 林家铺子 布置的又是一新 漏夜赶起来的广告 早已漏夜分头贴出去 西榨外检厂一带 是寿生亲自去布置 轰动那些 借助在检厂里的逃难人 都起来看 当作一件新闻 内宅里 林大娘也起了个五更 辞官一面前点了香 林大娘趴着磕了半天想头 她什么都祷告全了 就只唱没有祷告菩萨 要上海的战事再扩大 再延长 好多来些逃难人 一切都很顺利 一切都不出受生的预料 新政开市第一天 就指林家铺子生意很好 到下午四点多钟 居然卖了一百多元 是这镇上近十年来未有的新记录 销售的大宗果然是一元货 然而 阳伞 橡皮 雨鞋之类 却也带起了销了 并且那生意也做得干脆 有味 虽然是逃难人 却毕竟住在上海 见过大场面 他们不像乡下人或本镇人那么小格式 他们买东西很爽利 拿起货来看了一眼 现前交易 从不捡来捡去 也不硬要除零头 林大娘看见女儿兴冲冲的跑进来夸说一回 就趴到慈观音面前磕了一回头 他心里还转了这样的念头 要不是岁数相差的多 把寿生招作女婿倒也是好的 说不定在寿生那边也时常用半只眼睛 看望着这位私俗的十七岁的师妹 只有一点是林先生扫兴 横元庄毫不顾面子的派人来提取了当天营业总数的八成 并且存户朱三阿泰 桥头陈老七 还有张寡妇 不知听了谁的怂恿 都借了要两米吃的借口 都来预知西津 不但知西津 还想拔提一点存款呢 但也有一个喜讯 听说又到了一提逃难人 晚餐时 林先生添了两碟荤菜 酬劳他的店员 大家称赞瘦生难干 林先生虽然高兴 却不能不惦念着朱三阿泰等三位存户 是要提存款的事情 大新年碰到这种事总是不吉利 那三个懂得什么呢 还不是有人从中挑拨 说着瘦生的嘴又像斜队门挠了一挠 林先生点头 可是这三位不懂什么的倒也难以对付 一个是老头子 两个是孤苦的女人 软说不肯 硬来又不成 林先生想了半天 觉得只有去找商会长 请他去和那三位宝贝讲开 他和瘦生说了 瘦生也竭力赞成 于是晚饭后算过了当天的流水账 林先生就去拜访商会长 林先生说明了来意后 那商会长一口就硬撑了 还夸奖林先生做生意的手段高明 他那铺子一定能够站住 而且上镜 摸着自己的下巴 商会长又笑了一笑 与过身体来说道 有一件事 早就想对你说 只是没有机会 镇上的补局长 不知在哪里见过另爱来 称为众议 补局长 您将四十 还没有儿子 还没有儿子 屋子里 做不得生 商会长却又郑重的接着说 我们是老朋友 什么话都可以讲个明白 论到这种事 论到这种事 照老派说 好像面子上不好听 然而也不尽然 现在通行这一套 灵爱过去 也算是正的 况且 补局长 既然有了这个心 不答应他 有许多不便之处 答应了 将来 倒有八王 我是替你打算 才说这个话 嗨 你怕不是好意 劝我仔细 可是 我是小户人家 小女 又不懂规矩 高攀补局长 实在不敢 林先生硬着头皮说 心里扑扑乱跳 哈哈 不是你高攀 是他中意 就这么吧 你回去 和孙夫人商量商量 我这里且搁着 看见补局长时 就说 还没机会提过 行不行呢 可是 你得早点给我回音 啊 愁思了半傻 林先生勉强硬着 脸色像是死人 回到家里 林先生支开的女儿 就一五一十 对林大娘说了 他还没说完 林大娘的恶就大发作 光景 邻居都听得清 他勉强 他勉强抑住了那些 涌上来的恶 喘着气 说道 怎么能够答应 就不是小老婆 我也 舍不得 舍不得阿秀 到人家去做媳妇 我也是这个意思 不过 我们 鬼鬼剧剧做生意 难道 我们不肯 他好抢了去不成 不过 他一定要来找额头 生事 这种人 比强盗还狠心 林先生低声说 几乎落下眼泪了 我拼了这条老命 救苦救难 观世音 林大娘 颤着声音 站了起来 摇摇摆摆 想走 林先生 赶快拦住 没口的叫道 往哪里去 往哪里去 同时 林小姐 也从房外来了 显然 已经听见了一些 脸色灰白 眼睛死瞪瞪的 林大娘看见女儿 就一把抱住了 一边哭 一边打 一边 喃喃的 挣扎着 喘着气说 阿南 谁来抢你去 我同他 拼劳你 生你那年 我得了这个 病 好容易 养到十七岁 死了 也死在一块 早给了 受生多么好了 强盗 不怕天打的 林小姐也哭了 叫着 妈 林先生 戳着手 叹气 看看哭得 不像样 窄房 浅屋的 要惊动 林社 大新年 也不吉利 他只好 忍着一肚子气 来劝 母女两个 这一夜 林家三口 都没有好声 睡觉 明天一早 林先生 还得起来 做生意 在一夜的 转策 愁思中 他偶尔听到 屋面上 一声响 心就 扑扑的 跳 以为 是捕局长 来寻 他 声势 来了 然而 定了神 仔细 想起来 自家 是 规规矩矩的 生意人 又 没犯法 只要 生意好 不欠人家的钱 难道 好无端生事 白炸他不成 而他的生意呢 眼前分明 有一线生机 生了个女儿 长得还端着 却又要招货 早些定的亲 也许 不会出这岔子 商会长 是不是肯真心帮忙呢 只有恳求他设法 可是 林大娘又在打饿了 咳 他这病 天刚发白 林先生就起身 眼圈有点红肿 头里发挥 可是 他不能不砸起精神 招呼生意 普面上 靠瘦生一个 到底不行 这小伙子近几天来 也就累得够了 林先生坐在帐台里 心总不定 生意虽然好 他却时时浑身的肉发抖 看见面身的大汉子上来买东西 他就疑惑是补局长派来的人 来侦查他 来巡视 他的心直跳的发痛 却也作怪 这一天生意之好 出人意料 到中午 已经卖了五六十元 买客们中间也有本镇人 那简直不像买东西 简直像是抢东西 只有倒闭了铺子拍卖底货的时候 才有这种光景 林先生一边有点高兴 一边却也看着心惊 他姑娘 这样的好生意气色不正 果然在午饭的时候 瘦声就悄悄告诉他 外边又有谣言 说是你拆烂屋 卖一批贱货 捞到几个钱 就打算逃走 林先生又气又怕 开不得口 突然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 直闯进来问他 谁是林老板 林先生慌忙站了起来 还没回答 两个穿制服的拉着他就走 瘦声追上去 想要拦阻 又想要探寻 那两个人立声吆喝道 你是谁 滚开 党部里要他问话 那天下午 林先生就没有回来 店里生意忙 瘦声又不能抽空身子 尽自去探听 里边 林大娘本来还被瞒着 不妨小学徒露了嘴 林大娘那一急 几乎一口气死去 他又死不放 林小姐出那对蝴蝶门 说是 你的爸爸已经被他们捉去了 回头就要来想你 他只叫瘦声进来问底细 瘦声瞧着情形不便直说 只含糊 只含糊安慰了几句道 师母 不要着急 没有事的 师父到党部里去理直那些存款 我们的生意好 我们的生意好 怕什么呢 背转了林大娘的面 瘦声悄悄告诉林小姐 到底为什么 还没得个准信 他叮嘟林小姐 且安心伴着师母 外边是有她呢 林小姐一点主意也没有 瘦声说一句 她就点一下头 这样 又要照顾外面的生意 又要挖空心思 找出话来 对付林大娘不时的追寻 瘦声更没有功夫 去探听林先生的下落 直到上升时分 这才由商会长给他一个信 林先生是被党部扣住了 为了外边谣言 林先生打算卷款逃走 然而 林先生除了有装款和客款 为清外 还有朱三阿泰 桥头陈老七 张寡妇 三位孤苦人儿的存款 共计六百五十元 没有保障 党部里是专替这些孤苦人 谋利益的 所以把林先生扣起来 要他理直这些存款 瘦声吓得脸都黄了 呆了半省 方才问道 先把人保出来 行吗 人不出来 哪里去弄钱来的 哎 保出人来 你空手去啊 让你保吗 会长先生 总求你想想法子 做好事 师父和你老人家向来交情也不差 总求你做做好事 商会长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会儿 又端向着瘦声半赏 然后一把拉瘦声到屋脚里悄悄说道 你师父的事 我岂有袖手旁观之力 只知这件事现在弄僵了 老师对你说 我求过补局长出面讲情 补局长 只要你师父答应一件事 他是肯帮忙的 我刚才到党部里会见你的师父 劝他答应 他也答应了 那不是事情完了吗 不料党部里那个黑麻子真可恶 他硬不肯 难道他不给补局长面子 就是啊 黑麻子反而啰里啰嗦说了许多 补局长几乎下不得台 两个人闹翻了 这不是这件事弄得僵透 瘦声叹了口气 没有主意 停一会儿 他又叹一口气说 可是 师父 并没犯什么罪啊 他们不同你讲理 谁有事 谁就有理 你 去对林大娘说 放心 还没吃苦 不过 要想出来 总得花点钱 商会长说着 伸两个指头一扬 就匆匆的走了 瘦声沉吻着 没有主意 两个伙计 传着他探问 他也不回答 商会长这番话 可以告诉师母吗 又得花钱 师母 有没有思绪 他不知道 至于店里 他很明白 两天来 卖得的现钱 被恒原提了八成去 剩下只有五十多块 记得什么事 商会长 示意总得两百 知道还够不够啊 照这样下去 生意再好些 也不中用 他觉得 有点灰心了 里边又在叫他了 他只好进去 瞧光景 再定主意 林大娘 扶住了女儿的肩头 气喘喘的问道 刚才 商会长来了 说什么 没有来呀 就声撒一个谎 你不用瞒我 我 全知道了 你的脸色 下着焦黄 阿秀看见的 师母 放心 商会长说过不要紧 补局长肯帮忙 什么 什么 补局长肯帮忙 大慈大悲的菩萨 不要他帮忙 我知道 你的师父 没有命了 我也不要活了 只是这阿秀 我放心不下 你 你疼了他去 你们好好的做人家 受伤 你待阿秀好 我就放心了 去呀 他们要来抢 狠心的强道 观世音菩萨 怎么不显灵 瘦身 睁大了眼睛 不知道怎样回话 他以为师母疯了 但可又一点不像疯 他偷眼看他的师妹 心里有点跳 林小姐满脸通红 低了头不作声 瘦身哥 瘦身哥 有人找你说话 小学徒一路跳着 喊进来 瘦身慌忙跑出去 总以为又是商会长什么的来了 哪里知道 这是邪队门 玉昌祥的掌柜 吴先生 他来干什么 瘦身肚子里响 眼光盯住在吴先生的脸上 吴先生问过了林先生的消息 就满脸笑容 连说不要钱 瘦身觉得那笑脸有点异样 我是来找你 划一点祸 吴先生收了笑容 忽然转了口气 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来 是一张横单 写着十几行 正是林先生所卖一元货的全部 瘦身一眼瞧见就明白了 原来是这个把戏呀 他立刻说 师父不在 我不能做主 你和你师母说 还不是一样 瘦身躊躇着不能回答 他现在有点懂得林先生之所以被捕了 先是谣言林先生要想逃 其次是林先生被扣住了 而现在却是郁昌翔来挖货 这一连串的线索都明白了 瘦身想来有点气又有点怕 他很知道要是答应了吴先生的要求 那么林先生的生意自己的一番心血都完了 可是不答应呢 还有什么把戏来 他简直不敢想下去了 最后他姑且试一试说 那么 我去和师母说 可是 师母女人家 专要做献钱交易 献钱吗 啊 瘦身 你是说笑话吧 师母是这种脾气 我也没法 最好 等明天再谈吧 刚才 山会长说 补局长肯帮忙讲情 光景师父今晚呢 就可以回来了 瘦身故意冷冷的说 就把那张横丹 塞还吴先生的手里 吴先生脸上的肉一跳 慌忙把横丹又推回到寿生手里 一面眉口硬撑倒 好好 现仗就是现仗 今儿晚上交货 就是现仗 寿生皱着眉头再到里边 把郁昌祥来挖货的事情 对林大娘说了 并且劝他 师母 刚才山会长来 确实说师父好好的在那里 并没吃苦 不过 总得花几个钱才能出来 店里只有五十块 现在 宇昌祥来挖货 照着单子上看 总也有一百五十块光景 还是挖给他们吧 早点就师父出了要紧呢 林大娘听说又要花钱 眼泪直淌 那一阵恶当真打得震天下 他只是摇手 说不出话 头靠在桌子上 把桌子垂得怪下 瘦身乔来不适路 悄悄地退出去 但在蝴蝶门边 林小姐追上来了 她的脸色像死人一样白 她的声音抖而且哑 她急口地说 妈 是气糊涂了 总说爸爸 已经被他们弄死了 你 你赶快答应 玉昌祥 赶快救爸爸 瘦身哥 你 林小姐说到这里 忽然脸一红 就飞快地跑进去了 瘦身望着她的后影 摆立了半分钟光景 然后转身 下决心担负这挖货给玉昌祥的责任 至少师妹是和她一条心要这么办了 夜饭已经摆在店铺里了 瘦身也没有心思吃 力等着玉昌祥交过钱来 他拿一摆在手里 另外身边藏了八十 就飞快去找商会长 半点钟后 瘦身和林先生 一同回来了 跑进内宅的时候 林大娘看见了 到吓一跳 认明是当真活的林先生时 林大娘急急趴在 持观音前磕响头 比她打饿的声音还要响 林小姐光着眼睛站在旁边 像是要哭 又像是要笑 瘦身从身旁掏出一个纸包来 放在桌子上说 这是多下来的八十块钱 林先生叹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 方才有声没气的说道 让我死在那边 让我死在那边就是了 又花钱弄出来 没有钱 大家还是死路一条啊 林大娘突然从地下跳起来 着急的想说话 可是一连串的恶把她的话塞住了 林小姐忍住了声音 抽抽叶叶的哭 林先生却还不哭 又叹一口气 哽咽着说 我是挖空的 点开不成 债又逼得紧 师父 瘦身叫了一声 用手指沾着茶 在桌子上写了一个走字 给林先生看 林先生摇头 眼泪扑速速的吃糖 他看看林大娘 又看看林小姐 又叹一口气 师父 只有这一条路了 店里拼凑起来 还有一百块 你带着去 过一两个月 也就够了 这里的事 我和他们理直 瘦身低声说 可是林大娘却偏偏听得了 她忽然溢住了恶 抢着叫道 你们也去 你 阿秀 放我一个人在这里好了 我拼老命 忽然异常少见起来 林大娘转身跑到楼上去了 林小姐叫着妈 随后也追了上去 林先生望着楼梯翻了 心里感到有什么要紧的事 却又乱麻麻的 总是想不起 瘦身又低声说 师父 你和师妹一同走吧 师妹在这里 师母是不放心的 她总说他们要来抢 林先生躺着眼泪点头 可是打不起主意 瘦身忍不住眼圈也红了 叹一口气 绕着桌子走 忽然听得林小姐的哭声 林先生和瘦身都一跳 他们赶到楼梯头时 林大娘却正从房里出来 手里捧一个皮纸包 看见林先生和瘦身都已在楼梯头了 她就缩回房去 嘴里说 你们也来 请我的主意 她当着林先生和瘦身的跟前 指着那纸包说道 这是我的私房 广景 有两百多块 分一半 你们拿去 阿秀 我做主 配给瘦身 明天 阿秀和他爸爸同走 我不走 瘦身陪我几天再说 知道我 还有几天火 你们就在我面前 拜一拜 我也放心 林大娘一手拉着林小姐 一手拉着瘦身 就要他们拜一拜 都拜了 两个人脸上飞红 都低着头 瘦身偷眼看林小姐 看见她的泪痕中含着一些笑意 瘦身心头扑扑的跳了 反倒落下两滴眼泪 林先生松一口气说道 好吧 就是这样 可是受伤 你留在这里对付他们 万致要细心呢 林家铺子终于倒闭了 林老板逃走的新闻传遍了全阵 债权人中间的横元庄 首先派人到林家铺子里 封存抵货 他们又搜寻账簿 一本也没有了 问瘦身 瘦身躺在床上害病 又去逼问林大娘 林大娘的回答是 连珠炮式的打扼和眼泪敌体 为的她到底是林大娘 人们也没有办法 十一点钟光景 大群的债权人 在林家铺子里吵闹得异常厉害 横元庄和其他的债权人 争执怎样分配抵货 铺子里虽然掏空 但连生财合计 也足够偿还债权者七成 然而谁都只想给自己 争得九成或尽至十成 商会长说的舌头 都有点僵硬了 却没有结果 来了两个警察 拿着木棍站在门口 吆喝那些看热闹的闲人 怎么不让我进去 我有三百块钱的存款呢 我的老本 朱三阿太扭着别嘴唇和警察争论 微颤颤的在人堆里挤 他的额上的青筋就有小指头那么粗 他挤了一会儿 忽然看见张寡妇抱着五岁的孩子在那里哀求另一个警察放他进去 那警察斜着眼睛 假装是调弄那孩子 却偷偷的用手背在张寡妇的乳布揉摸 张家嫂啊 朱三阿太气喘吁吁的叫了一声 就坐在直接眼上 用力的扭着他的别嘴唇 张寡妇转过身来 找寻是谁唤他 那警察却用了泄妮的口吻叫道 不要兴急 再过一会儿就进去 听着这句话的闲人都笑起来了 张寡妇装作不懂 含着一泡眼泪 无目的的又走了一步 恰好看见朱三阿太坐在石阶檐上喘气 张寡妇跌撞似的也到了朱三阿太的旁边 也坐在那石阶檐上 忽然就放声大哭 他一边哭一边喃喃的诉说着 阿太的爷呀 你丢下我去了 你知道我是多么苦啊 强盗兵打杀了你 前天是三周年 七月四七月孙的林老板又倒了铺子 我十个石头做出来的百十块钱 丢在水里了 也没响一声 哎哟 雄人命苦 有钱人心狠 看见妈哭 孩子也哭了 张寡妇搂住了孩子 哭得更伤心 朱三阿太却不哭 奴起了一对发红的已经凹陷的眼睛 发疯伤的反复说着一句话 穷人是一条命 有钱人也是一条命 少了我的钱 我拼老命 此时 有一个人从铺子里挤出来 正是小头 陈老七 他满脸紫青 一边挤 一边回过头去 嚷骂道 你们这伙强盗 看你们有好报 天火烧 地火爆 总有一天 现在我陈老七眼睛里呀 要吃倒账 就大家吃 分摊到一个边皮 也是公平 陈老七正骂得起劲 一眼看见了朱三阿太和张寡妇 就叫着他们的名字说 三阿太 张家嫂 你们怎么坐在这里哭 货色 他们分完了 我一张嘴 吵不过他们十几张嘴 这一般狗强盗 不讲理 应说我们的钱不算账 张寡妇听说 哭得更加苦了 先前那个警察忽然又学过来 用木棍子 拨着张寡妇的肩膀说 喂 哭什么 你的养家人早就死了 现在还哭哪一个 狗屁 人家抢了我们的 你这东西也要来调性女人吗 陈老七怒冲冲的叫起来 用力将那警察推了一把 那警察 那警察睁圆了怪眼睛 扬起棍子就想要打 闲人们都大喊 骂那警察 另一个警察赶快跑来 拉开了陈老七说 你在这里吵 也是白吵 我们和你无怨无仇 商会里叫来守门 吃这碗饭 没办法 陈老七 你到党部里去告状吧 人堆里有一个声音这么寒 听声音就知道是本街有名的贤汉陆河上 去 去 看他们怎样说 许多声音乱叫了 但是那位做调人的警察却冷笑 搬着陈老七的肩膀道 我劝你少找点麻烦吧 到那边 中什么用 你还是等候林老板回来和他算账 他倒不好白赖 陈老七 胡起的脸孔 弄得没有主意了 经不住那些闲人们都窜索着去 他就看着朱三阿泰和张寡妇说道 就是怎样 那边是天天大叫保护穷人的呀 不错 昨天他们扣住了林老板 也是说防他逃走 穷人的钱没有着落 又一个主张去的拉长了声音叫 于是不由自主似的 陈老七他们三个和一群闲人都向党部锁在那条路去了 张寡妇一路上还是啼哭 咒骂打杀了她丈夫的强盗兵 咒骂绝子绝孙的林老板 又咒骂那个恶狗式的警察 快到了目的地时 望见那门前排立着四个警察都拿着棍子 远远的就吆喝到 滚开 不准过来 我们是来告状的 林家铺子倒了 我们存在那里的钱就拿不到 陈老七走在最前排也高声的说 可是从警察背后突然跳出一个黑麻子来 怒声喝打 警察们却还站着 只用嘴威吓 陈老七背后的闲人们大噪起来 黑麻子怒叫道 不识好歹的进口 我们这里管你们那些事吗 再不走就开枪了 他跺着脚和那四个警察度手打 陈老七是站在最前 已经挨了几棍子 闲人们大乱 朱塞阿太老迈跌倒了 张寡妇慌忙中落掉了鞋子 给人们一冲也跌在地下 她连滚带爬 躲过了许多跳过的和踏上来的脚 站起来跑了一段路 方才觉得她的孩子没有了 看一只上石 有几滴血 哎呦 我的宝贝 我的心肝 强盗杀人了 一皇大帝救命啊 他带哭带嚷的快跑 头发分散 带着他跑到那倒闭的邻家铺灭时 他已经完全疯了 别怕了 我刚才被围见他们的导致